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苹果手机 iPhone X手机主板的一个内部结构 原件识别及故障现象 那下面我们现在当前看到的是iPhone X的一个主板 因为iPhone X的主板它是双层主板 和以往的主板的设计是不同的 它由上下层 那这个是上层 下边这一块是下层 这一块是上层的反面 那下层的反面 这个图片上面是没有的 因为下层的反面是没有元器件的 所以我们看的话只需要看这三面就可以了 下边我们就一面一面的来介绍 上面的一些原件的分布 首先正面 上层部分的正面都是一些内联座 分别包括了 Goal 3900 这个叫近景相机座子 Goal 4300是开机键 闪光灯座 就是开机按键和闪光灯 都是连接到这个座子上面 Goal 4000是远景的相机座 拍人像的时候 那个摄像头是扣在这个座子上面 再往下边 这个是Goal 4500 点阵投影机座 因为iPhone X的手机只是面容解锁 它有一个点阵元件 它是连接在这个座子上面 再往下边是Goal 4600 这个是听筒感光座 就是咱们打电话的时候听筒 还有屏幕放到强光下会自动变亮变暗的一些元器件 都是在一个排线上面 它是连接到这个座子上面 再往下边这个是Goal 4200 这个是前置摄像头 这个座子 再往下边这个是尾差连接座 因为尾差上面也接了一些很多元件 像喇叭 震动 就像咱们充电的时候 那个尾差接口 它麦克风 都是接在这个座子上面 再往下边 这个是Goal 4530 红外相机座 这座子上面接的主要是面容识别的一个红外相机 那个相机是接在这个座子上面 再往下边这个座子是显示座 Goal 5700 就是我们的显示屏 它是连接在这个座子上面 再往下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座子 这个叫Goal 3500 叫无线充 还有一个音量加减 其实这上面还有一个叫指南针 就是这几个功能的元件 它是通过排线连接到这个座子上面 再往下边这个是电池座 就是我们平常手机的电池 它是扣在这个座子上面 这些是iPhoneX手机的一些连接座 那这些座子损坏了以后呢 就会导致上边连接的一些项头 或者是一些芯片 或者是一些功能 就会无法使用 再往下边咱们再看一下上层的一些芯片 上层芯片里面呢 这有一个叫U3600 那这个呢 是陀螺仪 陀螺仪就是我们手机横屏竖屏 对吧 还有什么重力感应 这类的啊 都是集成在这个芯片里面的 那再往下边呢 这个呢 是U3620 叫气压剂 气压传感剂 测量打气压墙之类的 那再往下边呢 这个呢 是硬盘 U2600 那硬盘呢 其实就是我们手机能存储 多少内容 多少照片 多少视频 这个是需要区分容量的 那如果硬盘损坏了以后呢 就会导致不开机 把屏幕重启 进不去系统 或者呢 是系统卡顿 都有可能是硬盘损坏导致的 在往下边呢 这有一个屏密杖 屏密杖下边呢 还有两个芯片 一个呢 叫U5600 叫触摸电源 在往下边呢 就U5160 这种芯片 那U5600触摸电源呢 就是iPhoneX的这个触摸屏 它要想工作 它也需要一些供电 它呢 就是由这个芯片 去提供的 那如果这个芯片损坏以后呢 可能就会导致你的呢 触摸的功能不正常 好 再往下边呢 这不叫U5100 那U5100呢 是震动芯片 那如果这个芯片损坏以后 就会导致咱们手机的震动功能 无法正常工作 好 这个呢 就是iPhoneX的一个上层 这些连接座和一些芯片的一些功能 及分布 因为这种芯片的事 所以我们要看 就会有什么厚い 我们要看 有什么厚い 就会有什么厚い 就是